你好各位观众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7月21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告诉您 跆拳道国手杨淑君在去年广州亚运 发生电子袜争议的最新进展 杨淑君本来向国际运动仲裁庭提出了仲裁 但是今天宣布他决定要撤告 专心准备伦敦奥运 提委会则表示尊重 但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去年跆拳道国手杨淑君在广州亚运上 因为电子袜争议被判失格 当下泪洒会场 这一幕传回国内让许多国人情绪沸腾 而当时亚台盟在官网发布的新闻稿 还指称杨淑君欺骗 更以挤国人反弹 同仲敌开的支持杨淑君 向国际运动仲裁庭提出仲裁 然而经过了八个月 现在出现了大翻转 在中华跆拳道协会理事长许安静的居中协调下 杨淑君决定撤告 专心准备2012伦敦奥运 为了跆拳道未来的发展 永续经营的发展 那还有其他选手的未来 我愿意终止仲裁程序 现在继续委屈不能证明什么 因为我现在我所想要的就是 明年奥运可以拿一个好成绩 然后为自己争一口气 其实这委屈就可以放下了 针对中华台北欺骗这两个字 他有提出抱歉这个书信 我相信淑君这次的动作 会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友谊跟掌声 在进入国际仲裁庭前紧急喊咖 邀淑君决定撤告的前一晚 已经告知提委会 提委会表示尊重 但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我们已经牺牲掉一位副主委 那我当然认为我们有委屈 已经成为事实的 我们不能不能够再去回复 我们撕掉金牌 我们不可能再去回复 但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也只好接受 提委会表示 不会向杨淑君求偿 因为当时就宣告挺选手到底 也尊重杨淑君的决定 希望杨淑君专心准备 轮廓奥运的比赛 成功夺得金牌 记者林姓郭俊玲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